那么据报道,有六名日本的男子在中国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捕。 在今天记者会上,华春莹证实,中方的有关部门依法对六名涉嫌人员进行审查。 我们来听一下华春莹的介绍。 根据我的了解,中方有关部门的确依法对六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 并且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的相关领事机构。